Future Talent 什么是灵动啊? 灵动 猜文解智 就是妳的灵 与妳的身体 拆开来 又合在一起 只不过换人 做做看 那叫灵动 这么讲有点玄妙 但它是修行者 常常会历经的一个过程 最常显现于打坐的时候 你身上会不自足 晃动 环动 手动 或者是等你气脉一通站起来 做一些看起来不知名的动作 不去预设下 所做出来的一些行为 统统成为灵动 但是灵动有分类 分在哪 分在你得确实知道清楚的它是谁 现在谁在你的身上 借了你的身体 在行使这样的动作 或者是姿势 这是唯一差别 但令人恐惧的是 不知何为其谁 可是却误认它是其谁 那你说师父那这真相怎么走呢 如果你像一个兔子一样 三个萝卜 三个空这样跳的话 我告诉你 你没得找的 你也找不出永远那一个肯定的答案的 因为每人说的都不一样 当你要把你自己的命运 跟修行的路程 交到一个你无法信任的人手上时 你就注定 你会走得比较辛苦了 修行二字 广泛地说 一要修 怎么修 听他人 听你的人师告诉你 你的修功课在哪 方向如何 但重要的是行在哪 行在于你的足下 不在于你的心上 许多人说呀 师父我很有心 我对神很有心 有心在那个方框上 点那个人叫什么 你们那个 赞是吧 赞是吧 我表语赞同 所以我就平面暗 然后呢 在上面写 写圣号 写南无 乌弥陀佛 能无大慈 大悲 救苦 救难 观世音菩萨 你写个一千遍 还不如你老师 念个108遍 差别在哪 差别在于行字 因为人一行 念出来就会配上一口气 麦 在共振之下 这个咒语才能成行 许多人在方框里 看到有人卖那一本厚厚的书 书上面教了许多画法 许多口诀 许多口诀都教你 你只要照着这么一样画葫芦 你就能怎么抵 怎么抵 怎么抵 心想事成 真的吗 要害怕吗 那如果我周遭的朋友 周遭的有心人 真的拿了这东西了 害我 咋办哪 有心人很多 这世界最可怕的是无知 最可怕的是自私 撇开大小不讲 如果你今天真的受人陷害 着了魔了 你觉得最可怕跟无可救药的地方在哪里 是那个让你深陷恐惧的自己 一个修法的完成 它除了要有修行者本身的能量 口诀 以鬼 再配上修为 这四项共同来行使 如果单就一本书 让你一样画葫芦 你该不该害怕 是应该要怕一点 你该害怕自己的无知 不过今儿听完了 心里定了许多把 不要被表象的真实 而震慑了自己 一个法的完成 绝对不会只有它 表面上看起来 几笔画那么简单而已 几笔画那么简单而已 几笔画那么简单 恶你屠夫 这么简单 是